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到宋,卡恩大三 任何一个社会啊,都分为穷人和富人 你说怎么分呢?他有钱的就是富人,他穷,他没钱的就是穷人 但是现在生活中啊,有这样一个群体 你分不清他是穷人还是富人 有个爷朋友说了,怎么那还分不清呢?穷富还分不清啊? 还真分不清?不信我给你说一说啊 比如说,你说他是穷人吗? 你看看人家的房子啊,户型好,小区好,物业好,地点好,装修好 价值上百万,甚至几百万 你说一个有几百万资产的人,你能说他是穷人吗? 那肯定不如说了,那肯定不是穷人的 好啊,你说他不是穷人,那你说他是富人吗? 你说他富人,他结果负债累累,被房贷压得喘不声来气来 一天呢,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柴米油盐酱入茶都得攥寄着买 拼命的工作呀,也不敢放松啊 每月辛苦挣来的钱,第一时间得交给银行 你说一天天家里人都为了这个钱交头烂额的 你说这样的人,你说他算富人吗?也不能算吧 是不是你迷茫了,这样人还真分不清 说实话,现实生活中你觉得这样的人少吗?不少 我们身边可能,我们每个人身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朋友 甚至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那咱们就说一说啊,这种类型的朋友是怎么造成的呢? 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第一个呢,大家肯定知道了,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买房子 然后呢,我们大部分人买房子的时候都超出了自己实际的当时能力 去够高,去拔高买这种房子 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呢?现在讲究了,买房子是个大事啊 我们尽量往上购一购,尽量往上拔一拔啊 自己得努力而立,本来自己不适合,但是也得往上购 你说是这样吗?我给你打个比方说啊 比如说你现在有五十万,那好 现在有三种房子让你选择,摆在了你面前 第一个呢,买个四十多平的房子,有点老有点旧 然后呢,花三十万就行了 然后呢,你还能剩二十万 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呢 我把五十万全买房子了,买个五六十平的 然后呢,我就五十万全买了,也行 还有一个第三种方案,就是我买个九十平一百平的 但是我得花八十万九十万 好了,那么你告诉我,我们大多数人怎么选择 好像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会选择 我得买八九十万那个 你看看,所以大部分都超出了自己现有的能力去买房子 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现象 发生,你看看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那就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呢 为什么非得超出自己能力去买房子呢 说良心话哦,在过去,人们其实也想追求更好的生活 也想买更好的房子,也想穿更好的衣服,也想怎么样 可是怪过去呢,你想没有用,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那么多钱,你没有那个实力 所以你想你也办不到 可是后来跟房子这个事情不一样啊,怎么样 你想就能办到,为什么呢 没有钱也没关系,为什么呢 有人借你,银行给你贷款呢 让你提前享受了美好的生活啊 我借你钱,多好的事啊 上杆子借你钱啊 很多人就迷茫了啊 我告诉你,就这样的生活的朋友都是房贷造成的 拼命给你,你以为是什么好事啊 仔细算一算才知道,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种现象就是造成了买房的人全部贷款 超出自己能力,然后给自己压垮了 现在告诉你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买房子如果不贷款才不正常呢 买房子贷款才是正常的 你不借钱,怎么不正常,怎么都不借钱呢 你看看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什么,比较攀比 因为所有的人都超出自己能力去买房 都借钱贷款去买房 那么,他这种攀比比较就出来了 你看看,他和我一样,他还不如我呢 他买了个一百多瓶的 我凭什么呢 我要买个八个瓶的多丢人呢 我也得买个一百说瓶的呀 所以每个人都提高了自己的想法 提高了自己的要求 造成了水涨穿高 你自己接受不行啊 别人都这样啊 那小了怎么能行啊 你就算你自己能接受 你未来的媳妇接受不接受啊 你的丈母娘接受不接受啊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都是什么 他既然超出自己能力 我也超出能力 他花了敢带这个 他敢带二十万 我就敢带三十万 他敢带五十万 我就敢带七十万 他敢带一百万 我就敢带二百万 带呗,谁怕谁呀 对不对呀 反正慢慢缓呗 你看看 所以造成了每个人都在攀比 以前是我攀比不过他 我比不过 我努力生活 努力挣钱 或者我认了 现在我比不过 我可以借钱和你比 你看看是不是造成这种事 这种原因 这是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房地产 近二十多年的疯狂上涨 给人们造成了另一种心理 什么心理呢 买房子住不住 其实都不大惊 它是一个投资的工具 它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何况我又能住了呢 带了这些款算什么呀 我的房子可以几倍 甚至十几倍的涨价 我们全赚回来了嘛 不带款能赚这些钱吗 一定得在场买房子 才能赚到钱 这不算啥 借点钱不算什么 你看看是不是 这就像什么呢 比如说你去排桌上赌博 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输没有钱了 你去借高利贷 这是个好习惯吗 这肯定不好习惯呢 你借了高利贷 到时候你还 还不上来怎么办呢 对吧 卡 输不住了 对吧 那么但是 如果说你知道 我借了这个钱 但是我到主播上 我一定能赢 我翻好多倍的赢 你还怕吗 那就不怕了 我肯定赢 我怕什么呢 我还的呗 这个能怎么的呀 所以你就敢借钱了 每个人都有一种错觉 是什么 房地产只会涨 不会跌 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所以大家敢贷款 敢借钱 敢买 这就是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 对未来的预期太好了 说良心话 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的 在二十年 也是我们人民收 人民生活收入的 发展的高峰期 你不信你仔细想一想啊 你两千年 或者两千零五年 那这儿 你的月收入平均 才多少啊 后来是不是 疯狂上涨了啊 以前那这儿 还几百块钱的 一千多块钱的 然后涨到三千多 大家的收入 是在加快上涨的 所以对未来的预期 特别特别好 觉得没关系 我这未来 我肯定能还得上 而且不差这点钱 但是呢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尤其这个疫情的原因 让很多人 一下子醒悟过来了 哎呀 真的你的预期 达不到那么好 这个房贷就压死你了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 住着几百万的房产 却过着贫穷的生活 你看看 世界时是不是如此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开老宋 开大山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咱们下回见